普济寺固定会举办念佛共修,以佛法广力众生 因应新冠病毒的疫情,目前是由常驻法师共修祈福 普济寺在常言法师担任住持期间,固定举办念佛会共修,以佛法广力众生 然而新冠病毒疫情肆虐,未避免群聚感染 目前由常驻法师共修早晚克祈福,期望疫情早日消除 寺庙刚好建好的时候,我们共修都在这个偶楼,人很多 那个时候我才40岁,现在才80岁 时间过得很久,时间在潮流,寺庙里建议很多 所以现在人比较少 以前我在礼拜六都有联合会 但是最后我身体移植不好的时候,就暂时停止 寺庙里面的那个早课都是嫩言做吧 比如说你观世音不知道生日,当然要送普文品 假设什么生日,就是你要送什么金 因为疫情,你要佩服政府的政策 疫情这么严重,我们不能为了我们来影响这个疫情的关系 不行这样做,所以是忍痛把它停止 由于台湾疫情的控制得当,许多寺院道场也开始办理法会与共修 普济寺主是观世音菩萨,弘扬观世音法门与阿弥陀佛 预计在国立10月24日,也就是农历9月19日,观世音菩萨出家日举办共修法会 让大众一同庆祝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十方新闻,黄慧如萧瑞丰嘉义采访报导 从现在,菩萨出了感产 占捏沙